公主每天都在祈祷国家能够灭亡 直到敌军踏破城门的那一刻 她跪倒在胜利者面前 只为得到一份女仆的工作 毕竟这可比之前苦不堪言的公主身份快乐多了 当别的小侍女还在羡慕皇女身上的华丽小礼服时 她却直接说出了其中的不义 首先 那件裙子至少有六十斤重 穿在里面的紧身胸衣也很痛苦 就像是一百头牛压在自己身上传不过起来 更恐怖的是 明明身体遭受着巨大的折磨 还要若无其事地露出得体的笑容 而这就是她曾经历的每一天 作为王室唯一一个小公主 她也一度以为自己能过得很幸福 可十岁那年母亲突然离世 原本应该跟她一起悲伤的父亲 却立即迎娶了新的王妃 后妈以培养的名义疯狂虐待西娅娜 她疼得都快要死了 后妈却说这是成为优雅公主所必须经历的 几次被殴打到休克后 她向父亲求助 可扎爹却说 夫人 你做得很好 不合格的孩子就该乖乖接受棍棒教育 在这样极度的绝望下 她开始变得希望家人消失 毕竟她渴望的亲情从一开始就从未出现过 上天似乎听见了她的祈祷 在她十八岁的某一天 敌军仅用半天便攻陷了主城 为首的是被称为血腥皇子的希拉德 她无情地斩杀了西娜娜的父亲和后妈 随后居高临下地走到了她面前 西娜娜明白自己的人生或许不幸福 但她不希望就这么死去 于是她跪倒在西拉德脚边恳求道 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可男人却喃喃自语着 做什么都可以 难道你想成为我的女人吗 不是的 我不够漂亮也算不上优雅 怎么配得上你 不过我秀公一流 煮的茶也香气一人 所以使唤我当侍女不是刚刚好吗 对方听后笑了 有趣 那就按照你说的 去皇宫里当见习侍女吧 于是就这样 西娜娜从这个地狱中活了下来 不过她不知道的是 虽然当时希拉德吐槽自己脸蛋像面包一样圆润寡荡无味 不过却在心里暗暗想着 自己似乎捡到了一个可爱的家伙了 于是接下来的每一天 她都通过自己的骑士索尔来了解西娜娜的情况 索尔也很好奇 您为什么会对她那么伤心 可能是因为歉意吧 毕竟我践踏了她的国家 还害得她失去了家人 索尔不由得在心里吐槽 你之前砍死过那么多人 什么时候在意过这种事 殿下 您还是跟我说实话吧 毕竟您本来就很容易被可爱的生物所吸引啊 就在这时 三只人畜无害的小动物忽然从一旁冒了出来 没错 这个帅气而残暴 被世人称为血腥黄太子的男人 其实是个让人不忍直视的动物变态 啊不对 是个动物爱好者 就在这时她忽然开口 原来如此 所以我才想多照顾她一下吧 我希望她能当上正式侍女 被安排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殿下您应该也清楚吧 没有被认可实力是无法成为正式侍女的 索尔 你说的对 那就考验考验她的能力 看看她是否有成为正式侍女的资格吧 而另外一边的西娅娜则在暗自窃喜 她只要动起来就能做出松软香甜的面包 让脏衣服变得焕然一新 就连庭院也会变得优雅灿烂 这是曾经穿着厚重礼服的 她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自由自在的 真想当一辈子侍女啊 可就在这时 一人出现挡在了她面前 喂喂喂 又在给自己找活干呀 就这么想在高级侍女面前表现自己吗 说到底你也就是个战败国的奴隶 肯定这辈子都当不上正式侍女 面对红毛小绿茶的喋喋不休 西娅娜却在心里想着 这是在干什么 后面还跟着两个侍女 就像鲸鱼屁股上挂着肠便便一样 而她很快便反应过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欺负新人吗 西娅娜就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笑着看向对方 就在这时一个健壮侍女挡在了她身前 我说你差不多得了 别老来没事找事 要是你再敢来针对她 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部告诉高级侍女 听到这 红毛小绿茶瞬间汗流加倍了 但下一秒又咄咄逼人起来 行吧 那你们两个没背景的可怜人就互相扶持着 既然这么喜欢打扫卫生 那我就让你们打扫个够 紧接着就光速逃离了这里 望着被红毛小绿茶劈翻的水桶 健壮侍女恨铁不成钢起来 你也别一直傻傻地被人欺负呀 要懂得反击 西娅娜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们刚刚是在欺负我呀 毕竟她从小就被后骂虐待 因此红毛小绿茶的把戏 在她眼里竟然也显得有些小可爱 紧接着 健壮侍女则傲娇地别过头 对了 我叫做秋秋 随后她又告诉西娅娜 红毛确实有硬气的资本 毕竟她是帝国赫赫有名的富商之女 因此就算是她这种不会干活的人 也可以靠着后台步步高升 早晚会成为见习侍女 话说回来 你真的一点后台都没有吗 身为外国人却能进入皇宫当侍女 肯定是有人帮了你一把呀 西娅娜确实有后台 而且那个人还是帝国的皇太子 究其原因 恐怕也是因为看到自己 摒弃公主的体面在地上磕头囚牢后 觉得我很可怜或者可笑吧 于是平复好心情后 西娅娜露出一个笑容 论是啊 完全没有哦 第二天的时候 秋秋正对着食物叹气 今天也没有肉吃啊 西娅娜却满眼放光 她不用考虑怎么才能吃的优雅 也不要思考该开展的对话 只要敞开肚子随意吃就好 简直就跟身在天堂一样幸福吗 可就在这时 红毛小绿茶忽然出现 哎呀 真不愧是战败国的人 连这种垃圾都能吃得那么香 西娅娜忽然想到 面前的小红应该是在欺负自己 可是就只有这种程度的吗 按理来说 应该还有别的更过分的手段才对 想到这里 她一脸好奇地看着红毛小绿茶 殊不知这天然呆的模样 直接看得对方浑身发毛 卧槽 她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一般来说应该会委屈地哭出来啊 想到这里 她不由地挠不起西娅娜嫌弃气的表情 哦呦哦呦 你没有其他招数了吗 菜就多练 忽然一旁的秋秋实在看不下去了 给我适可而止啊 欺负一个漠不作声的乖小孩上瘾了吗 有喝 前几次我没跟你计较 你竟然又蹬鼻子上脸来插手我们的事 别以为你个头大就不用看人脸色 我才是这里的老大 老大个屁 你就只会欺负不反抗的西娅娜 就在这时 房间大门被人打开了 走进来的是见习侍女长利普 她冷冷开口 你们是在吵架吗 我不在意你们揪头发或是挥拳头 但至少不要在我眼前闹事 听到这话 红毛小绿茶立即露出了谄媚的笑容 我们都明白了侍女长大人 紧接着丽普拿出一封信说 上头突然来了通知 说几天后会举办一场茶会 让你们几个见习侍女去招待 而服侍别人必须仅遵礼法 不能出现任何失误 因此即便是在正式侍女中 也只有佼佼者才能入选 激动的侍女们七嘴八舌地询问着 请问是什么客人来参加茶会啊 是优雅的贵族夫人吗 还是邻国的美丽公主 可下一秒丽普却告诉他们 是给皇家供应水果的农家女 由于近几年供应的水果非常甘甜 因此皇家为了表扬他们 特意组织了这场茶会 丽普说 由于你们没有接触过茶艺 因此茶会来临之前 你们每天上午都要上课 明天起床后到庭院集合吧 十分钟后 红毛小绿茶愤怒地甩着拖把 凭什么要我去服侍一群低贱的农家女啊 不过说起来 如果他们不是农家女 你这种人哪还有机会尽到职责呀 而西亚娜这才明白 难怪上头会让剑袭侍女招待他们 因为莱克不是贵族 而是劳动阶级 所以也没必要拍正式侍女了 第二天的时候 丽普再给所有人培训茶艺 秋秋激动到不行 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这么快就有机会服侍别人 我一定好好表现 然而事与愿违 秋秋接下来总是频繁出错 红毛小绿茶直接无情嘲笑 鸡肉笨蛋果然没救了呢 他又没喝过茶 哪里懂什么红茶呀 可能顶多只会到他父亲那种矿工 才会喝的啤酒吧 紧接着 下一个轮到他来展示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就连利谱也忍不住称赞 毕竟他之前可是请过首都 有名的礼仪老师来补课 此刻 听着其他侍女夸赞他好厉害 一点都不像第一次学茶艺的人 他开心的像个二百斤的孩子 哈哈 可能我是天赋一笔吧 哦吼吼吼吼吼吼 我才不会一直当一个小小的侍女 我将来可是要当侍女长 可是要服侍皇后殿下的 殊不知一旁的西娅娜 却开始分析起他来 如果真是第一次接触茶艺的话 她的表现确实不俗 但很可惜 水瓶还只停留在间隙侍女上 从前 在西娅娜身边的都是 严选出的高级侍女 她们会用胜过任何贵妇人的 优雅姿态 一声不响且行云流水的 倒好一杯茶 曾经身为公主的西娅娜 自然也掌握着这项技能 只不过 她现在已经不再是公主了 因此不想平白无故 吸引他人的注意 在轮到西娅娜展示的时候 她稍微展现出了些小瑕疵 先是让水流变得细长 而动作也稍微生疏且笨拙 晚上的时候 西娅娜和秋秋坐在一起分面包 她发现一向乐观开朗的秋秋 今天似乎很奇怪 一直都沉默不语的 说起来 今天茶艺课的时候 秋秋挨得骂最多 而且一直以来 秋秋都是受表扬的那一个 这是西娅娜第一次看到 她手足无措的模样 西娅娜 我真羡慕你 虽然很生气 但她们说的对 我从未喝过什么正经茶 也没有什么误性 大家估计都看得出来 我是表现最差的侍女了 西娅娜明白 在成为侍女后 在自己身边帮助自己的 从头到尾都只有秋秋一个 因此她提出在茶会之前 每天帮助秋秋特训 此后 她们总是侍女厨房 最晚离开的那两个 西娅娜告诉秋秋 先要把茶壶和茶杯加热 然后煮好适量的茶 再放一勺茶叶进去 把茶叶倒进去之后 往外倒一次 然后再进行浸泡 再过滤一下就完成了 在经过几百次的指导和训练后 秋秋已经能很好的完成了 而且在练习过程中 两个人的关系也愈加清静了 这也是秋秋第一次 对西娅娜敞开心扉 她说自己是从矿山村子里来的 父亲是矿工 家里有十三个孩子 因此父亲每天都需要去工作 她想着补贴家用 就来这里报名当侍女了 西娅娜有些感触 秋秋 你真是个乖巧的女儿呀 说不上乖巧了 让弟弟妹妹吃上肉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你们西娅娜 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西娅娜并不想提起 自己是公主的过去 于是只是说 当时皇太子觉得 失去国家的我很可怜 所以就让我来这里了 啊 皇太子 是希拉德皇太子殿下吗 那个在战场上 从来没打过败仗的 血之皇太子吗 你真的见过皇太子吗 哦 我也好想见见他呀 听说他虽然有着美丽的外表 内心却是残忍且暴虐的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因为我的家人全部死于他手 道歉 我不该说这些 我不知道发生过 这么可怕的事情 没关系 我完全无所谓 我那些所谓的家人 一辈子都只会折磨我 所以已经没事了 不用在意的 秋秋听后 先是沉默了半傻 而后眼眶酸涩到不行 你那么说 是怕我感到抱歉吗 希娅娜 你真的很善良 太善良了 从这一刻起 秋秋对待希娅娜的态度完全变了 在红毛小绿茶还妄想找麻烦时 她总是挺身而出 挡在希娅娜的身前 还说再敢说希娅娜一句不好 就要把红毛小绿茶的嘴 像知识那样拉成掌条的捆在柱子上 不仅如此 她还总是给希娅娜拿好吃的 我都这么高大了 应该你这个小个子吃才对 要快点吃了长高 这样才不会被那群人欺负 希娅娜很是开心 这是她第一次吃到这么美味的糖果 就这样 两人有说有笑 气氛一片祥和 然而此时秋秋内心却阴暗地想着 该死的皇太子 她竟然杀死了这么善良孩子的家人 她完全就是个变态杀人魔 装的人母狗样的 亏我之前还那么期待见到她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希娅娜看在眼里 她似乎都能听见秋秋的心声了 毕竟真的超级明显 虽然皇太子被她讨厌了 希娅娜感觉有些抱歉 但有人能站在自己这边的感觉真的很好 反正她那样的人 一天被诅咒十次都是少的 我对这件事装傻也没关系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皇太子希拉德收到了男爵夫人的来信 她情不自禁打了好几个喷嚏 哎呀 是不是有人在骂我呢 紧接着她拿起一旁阿尔普顿的苹果吃了起来 索尔有些奇怪 皇太子殿下 恕我直言 即使苹果味道在美味 也从未有人为了赏赐农妇而把他们邀请进皇宫的 这是因为 我要以这次茶会试验一下希娅娜的实力 紧接着 她拆开了信封 正好发现阿尔普顿男爵夫人说 要怀着喜悦的心情参加茶会 就这样 希拉德在心里酝酿起了自己的计划 茶话会当天 看不起农妇的侍女们竟然认真的布置起来 秋秋告诉希娅娜 听说果树园的主人阿尔普顿男爵夫人也会来 所以气氛才会那么的活跃 他们不仅要迎接第一次客人 还想在身为贵族的男爵夫人面前好好表现 红毛小绿茶也打扮得非常华丽 发式装面和别人都不一样 秋秋不免吐槽道 这也太夸张了吧 殊不知一旁的希娅娜却看着同样精心打扮的秋秋说 所以你也打扮得这么漂亮 是为了在男爵夫人面前好好表现吗 秋秋瞬间满脸涨红 啊啊啊啊这个 那个 因为我是作为侍女第一次迎接客人 所以我想要自己 在别人眼里看起来漂亮一点 要是能出色的服饰就更好了 秋秋 别担心 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毕竟你是优秀老师教的 嘿嘿 是啊 我也是个优秀的弟子呢 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吧 当时钟指向整点时 茶会便开始了 正门打开 客人入场后 侍女们就会一起向客人问好以示欢迎 客人来后 站在前面的侍女们就要一个个出来 带客人去相应的位置 可站在最前面的红毛小绿茶却一次又一次往后退 明显就是想服侍男爵夫人 紧接着 希娅娜又发现 不只是她 整个宴会的气氛都怪怪的 负责服侍的侍女们都表现得像贵族一样 而客人们作为派对的主角却微微缩缩 因为侍女们觉得客人是农妇 是劳动阶级 好欺负 所以都在无视他们 客人的马车还在陆陆续续开来 而最后登场的一般都是万众瞩目的主角 这华丽的衣着和不凡的气质 明显就是那位大家期待已久的阿尔普顿男爵夫人 众人顿时眼睛发亮 卧槽 这也太美了吧 红毛小绿茶赶忙屁颠屁颠的上前 夫人 欢迎您来到皇室茶话会 紧接着她用眼神告诉身后的人 我来负责这位夫人 谁要是敢靠近她就是找死 此时 西亚娜也在注视着这位高贵的夫人 忽然间 两人的视线恰好碰撞在一起 那位高贵的夫人立马对她露出一个肯定的笑容 不知为何 这看得西亚娜心里突然小鹿乱撞起来 就在这时 身边的侍女忽然怯怯思语 又来了一位阿 就算不是男爵夫人 我也不想服侍那么丑的人阿 听他们那么说 西亚娜好奇地望去 那是一个相貌有些丑陋 驮着背 拄着拐杖的中年老夫人 似乎是听到了侍女们对她不怀好意的评价 整个人都有些畏畏缩缩 西亚娜见没人服侍 直接大步走上前 欢迎光临 夫人 欢迎你来到皇宫 看着西亚娜阳光又温柔的笑容 夫人的心似乎也安定了不少 西亚娜明白 茶会最基本的规定 就是不能怠慢任何一个客人 每张桌子都有三至四位客人就做 会有专门的侍女来服侍他们 所有客人坐下之后 皇宫茶话会就正式开始了 西亚娜将甜品端到对应的桌子上 那是用卡安娜山的可可制作而成的巧克力 放在嘴里会慢慢融化 女人们顿时激动到不行 这就是王妃和公主大人吃的巧克力啊 加一口放在嘴里品尝 味蕾瞬间被美食征服 感觉整个人都躺在香香软软的棉花糖里 就在这时西亚娜忽然注意到 之前那位老夫人竟然弄得满嘴都是 注意到西亚娜的眼神后 她不方便 双手地去一块手帕 就在西亚娜询问是否需要帮她擦的时候 她赶忙说了句谢谢不用 紧接着就被过身慌忙擦了起来 见状其他女孩先是一愣 随后便回过神来 侍女大人 我也想要手帕 真不好意思 你们之前都是服侍有品味的贵妇人和公主大人 服侍我们这些土包子应该感到很慌吧 请不要这样说 你们对我来说都是很尊贵的客人 所以请进行享受茶话会吧 紧接着 西亚娜又热情的给他们倒了红茶 让原本有些生疏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女孩询问道 是女大人 那位紫色裙子的应该就是我们的男爵夫人吧 道歉 我们不负责确认身份 夫人们不知道男爵夫人长什么样吗 其实阿尔普顿男爵刚结婚没多久 夫人还没去过农场呢 所以我们还没见过她长什么样子 听说男爵大人一眼就迷上了她 我还在想她该是个多漂亮的人啊 现在看来真的很美 西亚娜也注视起那人来 从头到脚都闪闪发光 一看就认真学习了贵族礼法 那位应该就是阿尔普顿男爵夫人 红毛应该要好好服侍她才行 如果那样的人生气了 整个宴会都会被毁掉的 然而不明真相的红毛小绿茶 还在心里美滋滋的想着 大家盯着这里看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我面前的这个人 不是其他客人能比得了的 哦吼吼吼吼吼 毕竟我是钻石商团的女儿 我要服侍的人就得是这样的才行 而不是那些低贱的村府 可下一秒却听见面前的贵妇开口 你要无视我到什么时候 你对我傲慢的问候 还有你那品评我的视线 把甜品端给我的时候也那么笨拙 结果竟然连倒茶都这么没品 我到底要容忍你这种无理的行为到什么时候 红毛小绿茶下的不行 刚刚自己确实有些怠慢 于是她打算为夫人重新倒一次茶 可却因为紧张 整个手都颤抖到不行 结果居然将茶倒了出来 要知道这可是最基本的事情 皇宫的侍女水平竟然这么差紧 一个侍女做不好自己分内的事是要爱训的 比如一整夜的毒打 或者把舌头割下来 红毛小绿茶因为害怕而无法做出任何反应时 西娅娜赶忙上前 抱歉 夫人 我们的能力有不足之处 所以没法和您心意 但我作为侍女会帮您调整心情的 好的 我明白了 但是如果你不能让我满意的话 她该受到的愤怒和惩罚就得由你来代替 西娅娜听后 恭恭敬敬地回答 当然了 夫人 而也就是在这时 她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过去 当时不怀好意的后妈笑着 陛下 好久没喝过公主七的茶了呢 就连父亲的眼神也如同看见猎物的猛兽 是啊 西娅娜 七茶吧 对于当时的西娅娜来说是容不得一点失误的 这是关乎性命的事情 因此 她怎么可能做不好呢 她完美的七好茶后 随即介绍道 夫人 这次茶话会准备的是英格丽山的奥尔格雷茶 请您慢用 如果浓度不合您的胃口请和我说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下来 就连刚刚挑剔的女人也笑着点点头 但是味道这种东西是主观的 就算茶叶再好泡得再优秀 如果不合夫人胃口的话那也完蛋了 不过幸运的是 夫人品尝一口后 便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很不错 西娅娜很开心 她真的做到了 于是就这样 充满紧张和激动的茶话会最终顺利结束了 在夫人们回去的时候 大家纷纷笑着告别 忽然西娅娜那一桌的夫人们上前 真的很感谢你啊 侍女大人 多亏了你我们才能安心享受派对 这一刻 西娅娜感觉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 忽然 西娅娜注意到站在后面的老夫人似乎也想说什么 于是她开心的上前 夫人 您是有什么话想说吗 是的 说实话我犹豫了很久 您也看见了 我的样子不是很好看 之前 我一直很害怕在皇宫里会听见一些不好的言论 可直到遇见你 我才发现一切都是多虑了 你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小太阳 察觉到了我所有的需求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今天的 您让我拥有了这样的回忆 真的很感谢你 侍女大人 西娅娜明白 自古以来 作为侍女 在客人面前都不会流露真实性感 表现得无比郑重才是美德 可现在 她真的很开心 实在很难隐藏自己的感情 殊不知这一幕 正被躲在一旁的紫衣夫人看在了眼里 她也不由自主露出了笑容 回到侍女室内 红毛小绿茶的两个小跟班忽然有些害羞的上前 西娅娜 你刚才太厉害了 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真的好帅 可以教教我们吗 可这些话却被红毛小绿茶听见了 她气冲冲的站起身 喂喂喂 你们两个是认真的吗 你都不知道羞耻吗 茶话会的时候你都老老实实的 我还以为你知道羞耻呢 因为你让男爵夫人生气了 宴会差点都毁了 是西娅娜帮你收拾的残局 你不仅不道歉还大吵大闹的 这样子还当什么队长啊 这可让红毛小绿茶气的不行 你你你 你们这群土包子 就给我一起抱团取暖吧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黄太子的宫殿内 站在门口的索尔发现 阿尔普顿男爵夫人竟走了过来 夫人 您总是这样来黄太子殿下的房间 他只是个外表好端端的 脑子里却只想着松鼠柔软脚底板的变态 这可把对方气得不行 索尔赶忙道歉 抱歉黄太子殿下 是我露西了 阿没事你继续 我觉得你对我的评价真的很有趣呢 一点都不生气 紧接着他就大步走进了房间 与自己的可爱小宠物贴贴起来 一旁的索尔心想 自家殿下这么看来 还挺像迪士尼公主的 原来黄太子为了假扮女人 用掉了一块比豪宅还贵的魔力石 这种石头可以改变人的身体半天 随后他脱掉了华柜的礼服 跳进了浴缸中 开始在索尔的注视下 毫无顾忌的喜香香 殿下 今天结果怎么样呀 西亚娜小姐附和期待吗 我觉得她还不错 超出了我的预期 她几个月前还是个公主 学习侍女礼节应该不简单了 想到这 她回忆起了白天的细节 西亚娜胳膊的位置 拿茶壶的首饰 一切都是那么完美 就像是在线了礼书上的那些内容 而且 她还有着侍女服装抵挡不住的气质 想到这 希拉德笑了 我已经充分试验了她的能力 所以 三天后 刚准备休息的西亚娜忽然被侍女长叫住了 西亚娜 阿尔普顿男爵夫人来找你 有话和你说 于是就这样 西亚娜敲响了那间房门 其实她心里也有点忐忑 茶话会的时候我应该好好招待她了 为什么现在来找我 是我犯了什么错吗 紧接着 她就看到男爵夫人背对着自己 侍女大人 很抱歉突然来找您 让您吓了一跳吧 不过无论如何 这次我都要好好跟您打个招呼 我是马克达莱娜 我想像在茶话会上服侍了我的西亚娜侍女大人重新打声招呼 我拿来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礼物 想要传达我的心意 西亚娜这才明白 面前的这位才是阿尔普顿男爵夫人 自己当时居然先入为主地用外貌判断那位紫衣女士才是男爵夫人 真是丢脸 想到这 她敢忙向对方道起歉来 不是的 侍女大人 是我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其实当时在接到皇家茶会的邀请时 男爵夫人心里很忐忑 她因为外貌的原因 一直过着隐居生活 她害怕被人指指点点 也害怕被农夫们嘲笑 不过很快 她又收到了皇室的另一封信 上面写着 参加茶话会的时候请隐藏您的身份 男爵夫人明白 这是一个好机会 那样应该就没人会在意自己了 那天 她发现西亚娜虽然穿着简朴也没有打扮 身上却有掩盖不住的气质 因此 她从西亚娜身上受到了很大启发 茶话会结束的第二天 她就开始学习礼法 所以 她才想来和西亚娜正式问好 此刻 她微微躬身向西亚娜行礼 谢谢你 侍女大人 西亚娜明白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男爵夫人 会对区区一个侍女这样问好 虽然男爵夫人没有掌握好重心 动作也稍显笨拙 但西亚娜仍能感受到她璀璨的内心 因此 西亚娜只是怀着敬礼 开心地接受了夫人的心意 回去的时候 西亚娜把苹果跟侍女们分享 大家都激动到不行 毕竟每天辛苦劳动 却只能吃硬邦邦的面包 而男爵夫人则犹如女神一般 送来了香甜美味的苹果 因此 她成了侍女们永远的神 不过新的问题也萦绕在西亚娜脑中 那个贵妇人到底是谁吗 她像皇太子一样 有着银色的头发 紫色的眼眸 那应该是皇族的公主吧 大爷的 竟然来见习侍女工作的地方恶作剧 这个傻辈是没有朋友吗 就在这时侍女长的话 打断了她的思考 大家听我说 从今天开始 西亚娜从见习侍女身为正式侍女了 明天天一亮你就去红宝石宫 你会在那里服侍阿里斯公主 红毛小绿茶器的发抖 明明西亚娜是最后来的 还出身低微 居然比自己先当上了正式侍女 想到这儿 她委屈巴巴的冲出去想要找爸爸 晚上的时候 西亚娜躺在床上回忆起这几天的事情 忽然秋秋走了进来 西亚娜 你还没睡吧 这是为了纪念你成为正式侍女送你的礼物 因为你很快就要走了 所以我急急忙忙买来的 希望你能喜欢 秋秋知道 所有侍女都会打扮自己 所以她希望西亚娜也不要委屈自己 她特意让老板挑了最贵最好看的 西亚娜忽然想到 当见习侍女的时候 收到的工资很少 但她却给我买了这么昂贵的发饰 这或许是秋秋用自己的备用金买的 想到这里 西亚娜情不自禁流下了热泪 她扑在秋秋怀里 早已泣不成声了 秋秋 谢谢你 真的很美 我很喜欢 傻瓜 不用说谢谢啊 毕竟我们可是好朋友嘛 西亚娜 别哭了 继续睡吧 等待着你的都是美好的未来 此时 在侍女室内 女仆长利普好奇的说 阿里斯公主不是有专属侍女吗 为什么会让西亚娜去 另一个侍女则表示 她的专属侍女就是我呀 你也不理解我放着公主专属侍女不当 非得来这里做杂活吧 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明白 干杂活也比伺候她好多了 至少在这个帝国 是绝对绝对没有人能够忍受得量那个恶魔的 众人皆知的恶魔皇女 却是小女仆眼里爱撒娇的可爱宝宝 当别的侍女还在费心节力逃跑时 她却直接将落魄皇女改造成帝国最优雅的公主 因为只有她才会真心实意地将她当作一个五岁的孩子爱护着 原来就在这天 西亚娜晋升为正式侍女 并前往阿里斯皇女的宫殿服饰 在马车上 专属侍女告诉她 阿里斯皇女的生母是当年皇帝一见钟情的异域舞姬 于是陛下将一栋带有花园的宫殿送给了她 阿里斯却发现这鬼地方简直堪比鬼屋 就连里面也空空荡荡 压根没有一个侍女在 就在这时一旁的侍女忽然疯狂大叫 紧接着就控制不住地晕了过去 西亚娜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发现一只巨大的蜘蛛出现在眼前 而拿着蜘蛛的 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阿里斯皇女 什么吗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真没意思 抱歉 皇女殿下 如果需要的话 我会展示您想要的反应 紧接着 在阿里斯一脸猛圈的目光中 西亚娜轻了轻嗓子 然后就开始了一阵 撕心裂肺的鬼扑狼嚎 惨叫声整整持续了两分半后 西亚娜弯了弯腰 皇女殿下 现在可以向您问好了吗 侍女西亚娜给您请安 阿里斯皇女很是奇怪 不可能啊 为什么会有人不害怕我这副样子呢 面对肮脏的宫殿 和如此不堪的我 却能露出这么温暖的笑容 肯定是虚情假意 于是她冷冷开口 没意思 快出去 我最讨厌的就是侍女 紧接着就猛地关上了房门 就在这时 昏迷的侍女忽然苏醒了 她激动地抓住西亚娜的手说 我早就想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了 只可惜一直没有侍女来服侍 所以我出不去 但现在 真的很感谢您帮我逃出去 没关系了 但您得告诉我该怎么管理这里啊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照顾好公主就可以了 反正在这里 也只有您跟那个小恶魔而已 下一秒 这座城堡就连个人影都不剩了 西亚娜瞬间崩溃 卧槽 没有人叫 主人还讨厌我 在经过一下午的劳动后 这个脏兮兮的地方开始变得干净起来 就在这时 阿里斯皇女忽然出现 为侍女 你做这些事都是没用的 殊不知西亚娜却像个小太阳一样微笑着靠近 皇女大人 您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又来了 她真的把我当成公主来对待了 从来就没有人那么对过我 你别装善良了 反正你也肯定一有机会就立刻逃跑的 与此同时 皇太子宫殿内 希拉德正一边洗澡一边想着 虽然她把西亚娜掉进了红宝石宫 不过仔细想想 她的内心还是希望把西亚娜叫到自己宫里来 皇太子希拉德望着波光灵灵的水面 忽然又想到那天的西亚娜也是那么的璀璨耀眼 那发自内心阳光的笑容仿佛能治愈一切 想到这儿 她不由地放松下来 微笑的样子真的好可爱 反正红宝石宫离这里很近 真希望能快点见到她 小公主出生起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女仆却天天牛排配红酒 这一操作直接给公主整破房了 猪菜沙拉狼吞虎咽 一旁的小女哭笑了 激将法果然管用 这样挑食的坏毛病就改掉了 接下来的就是清洁问题 公主大人 我们一起开心地洗澡吧 我才不要 我讨厌泡到水 可是您如果不洗的话 身上就会长那些喜欢脏东西的虫子 虫子们会大口大口地在您身上拉屎 啊啊啊快快快 快帮我洗澡 于是就这样 阿里斯皇女顺利躺进了浴缸 她发现海绵擦在身上一点都不疼 泡沫近了眼睛也不疼 尼蝶香也很好闻 反而心情是从未有过的愉悦 紧接着 她又在西亚奈的威逼力右下顺利刷完了牙 还第一次将湿漉漉的头发晾干 阿里斯皇女发现 自从这个讨厌的侍女来了之后 一切都变了 她甚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种上了艳丽的鲜花 还说等到盛放的时候 要做漂亮的花环送给公主 阿里斯皇女不明白 明明自己身上流淌着悲剑的血液 因此被皇帝父亲放弃 她却总是真的把我当成 真正的公主一样来对待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她露出真面目呢 忽然间 她发现了西亚奈掉在地上的发甲 于是她故意对着哼歌的西亚娜嘲讽道 在那里傻笑什么呢 怪影响别人心情的 本是笑着的西亚娜 却在回过头的那一刹那愣住了 因为秋秋送给自己的发夹 此刻居然戴在阿里斯皇女头上 这是西亚娜这辈子拥有过最珍贵的礼物 于是她立马说道 公主大人 不好意思 明代的发饰是我的 请还给我 可却听见对方说 这里是我的宫殿 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我的 忽然 阿里斯皇女注意到 一向好脾气的西亚娜此刻居然严肃的不行 但还是傲娇的大喊 你那么想要回去的话 那就来抢啊 她觉得西亚娜肯定抓不到自己 毕竟这么多年来还没有侍女能够逮到自己 可下一秒 她回过头却发现西亚娜追了上来 速度简直堪比电动小马大 忽然间 阿里斯皇女发现面前无路可走了 而西亚娜也步步紧逼 公主大人 您拿着别人的东西 开这种玩笑是不对的 请快点还给我 阿里斯皇女瞬间如坠冰枯 她以前还说要尽自己最大牧力 把我当成主人服侍的 结果就跟别的侍女一样 只是说说而已罢了 于是就这样 她一边说着不要 一边将发誓扔进了水池中 随后就听见砰的一声 西亚娜跳入了泳池中 其实曾经 阿里斯皇女也不是这样任性的 当时母亲离去 有侍女抱着她说会好好照顾她 阿里斯整个人都幸福到不行 觉得她跟妈妈一样温暖 可后来 那个侍女却被人抓了起来 阿里斯这才明白 原来她看自己没有大人保护 于是一直肆无忌惮地 将红宝石宫的东西贩卖出去 阿里斯本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就算她要继续偷东西出去卖 自己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可下午 侍女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她望着阿里斯不知所措的眼神 和偷偷攥起一脚不安的小手 还是说出了那些伤人的话 既然被发现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也就这种利用价值了 不然你以为谁会乐意伺候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有新的侍女前来 可她们最后总是冷着脸离开 她们毫无顾忌谈论的话语 是阿里斯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就算她是卑贱的血脉 也不至于这样废物吧 没想到在这里干活 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这公主也太垃圾了 在那些离开的人中 阿里斯忽然看见了西娅娜 就连她都说 我也已经厌烦侍奉公主大人了 就在这时 阿里斯忽然猛地从床上惊醒 她明白所有人都会离自己而去 西娅娜也不例外 一定会在半夜收拾行李 然后一声不吭地离开 所以她现在 真的是孤身一人了 阿里斯觉得 与其以后受到更深的伤害 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被抛弃 可就在这时 某人忽然推开了房门 哎哟 公主大人 您今天醒得好早啊 是不是没睡好啊 那您可以再睡一会儿 太困的话是没有胃口的 也不利于消化 阿里斯忽然觉得喉尖酸涩到不行 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明明自己做了那么过分的事情 可西娅娜竟然没有离开自己 还和昨天一样温柔到不行 想到这儿 她一把抱住了西娅娜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自己真的很讨厌 所以你骂我也好 答我也罢 就请原谅我吧 公主殿下一点都不讨厌了 虽然昨天的事让我很受伤 我在水里游了一圈也没找回来 但我知道 小孩子有时候就是会做一些糊涂事 而且呀 公主大人还这么真心地向我道歉 就更加没事了 我现在想清楚了 红宝石宫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侍女只有你一个 我也是个没用的皇族 我以后会帮你的 我会帮你一起打扫洗衣服 我也不会挑食了 那些好吃的我都会分享给你 我会当一个好孩子的 所以西娅娜 你可以一直留在这里吗 西娅娜有些感触 公主大人真是可爱呢 她是一个非常固执 但没办法坦诚 爱哭得可怜又可爱的小女孩 当然可以了 公主大人 因为我是阿里斯公主大人的侍女啊 从那之后 阿里斯再也不做讨厌的恶作剧 她会在西娅娜的教导下学着 给花坛浇水 甚至那小小的身板 也会努力抱起大大的木头 只为了帮西娅娜做清扫工作 只不过 对于小孩子来说 比起打扫和洗东西 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那就是学习 于是西娅娜去申请纸张和钢笔 她要亲自教导公主殿下学习 殊不知皇家图书馆的人却说 红宝石宫的侍女们 以公主大人为借口 来拿高级用品去卖可不是一两次了 你如果真的需要物资的话 那就拿着其他皇族的确认书来吧 这可让西娅娜崩溃到不行 毕竟其他皇族的确认书 可没有人能给自己写这种东西啊 就在这时阿里斯忽然开口 也不是没有办法了 要不我跟皇太子哥哥说说看 于是就这样 西娅娜满怀希望的 给皇太子寄去了书信 谁知时间还没过去两分半 皇太子希拉德 就跟个阳光开朗大男孩 一样出现在了这里 哥哥来这里做什么呀 明明派人把确认书送过来就可以 亲自来干什么 你不会要抢我家西娅娜吧 心爱的妹妹需要帮助 我当然就亲自来看看了 而且既然有客人来的话 是不是应该给哥哥倒杯茶呢 西娅娜有些尴尬 因为红宝石宫并没有茶叶能够招待 嘿嘿 不用担心哦 我正好拿来了阿斯蒂山的大吉林茶 这个可以吧 于是就这样 西娅娜开始招待起来 不过让她欲哭无泪的是 希拉德皇子居然一直眨巴着大眼睛 眼神甚至就没从自己身上离开过 不错 西娅娜泡的茶很好喝 味道还是这么优秀 你居然认识我的西娅娜 我告诉你 你可不许把她抢走哦不可以 希拉德则笑了笑没有回答 而是询问道 阿里斯 你不知道我跟西娅娜认识吗 她之前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切切切 一丁点都没有提起我 西娅娜是我的你小子趁早鬼蛋 就在这时索尔提醒希拉德 殿下该召开御前会议了 应该走了 希拉德叹了口气 随即将确认书弟给了阿里斯 谢谢白痴哥哥 作为回报 我该给你什么东西 希拉德则拍了拍 西娅娜的肩表示 我喝了这么优秀的茶 就不用别的了 而且谢谢你西娅娜 让我今天的心情很好 啊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 白痴哥哥快滚出去 不要随便动别人的侍女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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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等希拉德离开后 希拉德表示 没想到公主和殿下关系那么好 阿里斯则表示 怎么可能 谁要跟那种动别人侍女的恶心人关系好 希娜娜你可能不知道 这只是交易 哥哥给了我确认书 我也欠了他人情 我们都是皇位竞争者 他哪有免费帮我的道理 在这个国家中 新皇子继位之前都会换无数个人 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这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之间会竞争皇位 我很好欺负他 没有后台 更没有妈妈 而哥哥这么轻易的就给了我承诺书 甚至没有要其他任何回报 应该很轻视我吧 而希娜娜也忽然想到 确实 他们如果真的很亲近的话 他一开始就不会这么搁置公主大人了 而王国的公主 只有离王位的距离很近 才能真正像个公主的样子 所以他的公主大人 要怎么做才能像个平常孩子一样 偷偷倒掉不爱吃的青椒 想玩耍时就能随意的晚睡呢 在这个世界上 希娜娜能为公主大人做的就只有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 皇太子的马车上 索尔询问道 您就那么喜欢希娜娜小姐吗 嗯是啊 你看见他圆溜溜的眼睛了吗 还是像松鼠一样可爱 而且你发现了吗 红宝石宫变得很干净 而且阿里斯他看起来也比之前健康多了 索尔你没发现吗 阿里斯终于对希娜娜敞开心扉了 您是故意让希娜娜小姐去红宝石宫的吗 是啊 我知道希娜娜那个姑娘 在待人接物方面不受身份和权力的束缚 可以轻易和任何人打好关系 只不过 仅凭这一点 无法俘获阿里斯的心 原来 在阿里斯还未出生前 希拉德与她的生母关系极好 她总是趴在王妃的肚子上 感受着阿里斯这个可爱小生命的跃动 时间回到现在 希拉德表示 她出生前就跟我心有灵犀 所以兴趣爱好一样 我觉得可爱的人 阿里斯肯定也会觉得可爱 毕竟希娜娜真的可爱超可爱 哎呀 真的好想再喝希娜娜泡的茶 索尔有些无语 这个白痴 又把话题扯到可爱了 一天听八百遍耳朵都要骑剪子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希拉德总是说阿里斯欠自己人情 所以为了给她报恩的机会 自己勉为其难天天来喝茶好了 阿里斯本想让她滚蛋 可看着对方带来的抹茶小蛋糕 硬是把到嘴边的国粹都憋了回去 哥哥 希娜娜泣的茶是最棒的 不过仅凭一张确认书 你就天天来喝茶 我现在觉得有点不划算 所以你也答应我一个请求吧 希娜娜的发誓掉到湖里了 你帮我找到 就这样 希拉德叫了一百个士兵 把湖底的水都抽干了 这才找到希娜娜的发誓 除此之外 她还送了满满一车的礼物 吃的喝的用的一应俱全 希娜娜却欲哭无泪 毕竟红宝是公就自己一个侍女 这么多东西搬回去可得累死自己 她痛苦的拿了一个小推车 以每小时2.5厘米的速度缓慢前进 就在这时 黄太子希拉德出现 笑嘻嘻地帮她推车 后来希娜娜跟秋秋提起这件事时 汗流加倍地表示 当时我说公主大人在找我 就急急忙忙逃走了 不管怎么说 黄太子殿下都好像精神有问题 跟个疯子一样 秋秋则说 不对 我觉得像个跟踪狂 你可得当心啊 不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希拉德却像是完全没有感受到一样 依然乐呵着每天往红宝石公跑 她每次都会询问两人的意见 然后带来各种不同的甜品分享 而且就算是让希娜娜为自己泡茶 也是面带笑容满脸友好 拜托你了 希娜娜 而相处过程中 希娜娜也渐渐发现 她竟然对落魄公主和下等侍女 都如此释放善意 因此她没办法觉得这家伙精神正常 估计是脑子瓦特了 殊不知这一幕 正被远处一个黑衣人悄悄监视着 随后那人将这件事 禀报给了自己的主人 五皇女殿下 皇太子她又去红宝石宫了 而且还拿了很多 阿里斯公主喜欢的点心 希拉德哥哥为什么总去红宝石宫啊 真是烦死了 那个丫头为什么能得到特殊待遇 出生那么卑贱 一旁的五王妃则表示 理解一下吧 毕竟是个可怜的孩子 可是母亲 明明我的身份地位更高啊 这怎么可以呢 既然这样的话 为了让我的好妹妹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这个做姐姐的就亲自来教育教育她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